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现在时间早晨的7点24分 我是夏志平 大家好 早安 我是张伟茹 事实上从昨天下午的4点30几分 40几分的时候 志平在当时正在看电视的新闻的报道 那么我们看到了有某些新闻台 立刻就有记者跟新闻台连线 那么讲到提到的就是这个事件 就是今天占据平面媒体 头版头条的这个消息 在昨天在台北捷运发生了 营运将近20年以来的第一宗 最让人觉得痛心的 这样一个随机砍人事件 整个晚上几乎真的是 我认为整个台北市 或整个我们所看到的媒体上面 所渲染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 很恐怖的氛围 除了觉得难过 当然我们一定要为死者 在这场事件当中 不幸被杀害的死者 我们要致上最大的哀悼的意思 当然在其他在受伤的民众 我们也希望能够赶快平复一下 心中的恐惧 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当时 在这个捷运车厢里面 面对这样一个凶手的时候 应该是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恐惧 而且不知道有用任何的 哪一种方法可以遏止 这样的事件继续发生下去 是 这个事件总共造成 四人死亡 21人受伤 所以昨天可以说是台湾捷运史上 最血腥的一天 也有乘客就说 没有想到在电影里面看到的 疯狂杀人魔的行为 竟然在台北捷运站 这个人来人往 这么热闹的地方发生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这位杀人犯 这是东海大学环工系 二年级的学生 郑杰 很年轻 才大学21岁的年纪 为什么会做下这一起案件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特别为大家访问到 林口长庚医院精神科医师 同时也是台湾 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理事 张嘉明 张医师 医师 您早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 大家早 好 医师 我们在今天陆续看了很多的 警方询问证捷的过程 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事情 他说了很多 他说 有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讶异 他说他从小就活得很累 一年前开始不想活了 所以才会做这种事情 目的就是希望背叛死刑 一直听到他这样子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一些陈述 你怎么看这个人呢 这个人他杀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确实看到媒体这样的报导 好像似乎他有这样一个陈述 活得很累 觉得活得没什么意义 事实上有一些 其实我们看到周遭 包括过去在处理一些 有一些情绪 有一些特别状况的一些 个案啊 朋友啊 其实常常有时候 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确实事实上 现在现代人其实普遍而言 其实压力会比较大 那情绪有时候累积 但想法有时候就会有一些负面 这样负面有些可能是消极的 比如说自我否定 可是单一言 有时候其实当情绪的累积 达到一定的程度 有时候发泄起来 常常可能也有不顾后果 嗯 所以医师就您 有些人可以看到 比如说用自我伤害的方式 嗯 那这样的一个情绪 对内的某种程度的攻击 好像就是伤害自己 但对外的另外一种程度的攻击 可能就伤害周遭的人 是 所以我们有没有在医学上 有一个正式的名称 或怎么样的名称 来定义这样的患者 这是什么样的疾病 呃 是不是疾病 其实我是觉得 可能现在因为病人 还没有实力真正的 去评估跟诊断 其实讲的太早 是 不过确实就高所说的 其实有些 嗯 还是会看到一些 可能 我想 是不至于到今天 这么严重的 这样的一个患者 会有这么大的冲动 跟这种 漫无目的的 随机杀人 这样的一个情形 可是 我就说的 他对自己的 否定 对一些东西的不在乎 事实上有时候真的会 当你在跟他会谈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他对一些东西的那种 那种 对什么事情 都失去了兴趣 很消极的这种 绝望 或者说充满了敌意 这样的一个情形 愤世忌俗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 这个报纸上也看到 郑杰他在宿舍门口 就贴了一个对联 他就 这个横脸上就写 打死 不治疗 右脸 且鼻孔张开戳电脑 左边是写说 人被合 医填手机 一直看到这样子的对联 我们其实有点摸不着头绪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是你所接触到的病人 其实在出现了什么样的行为的时候 就身中的人就开始特别的注意说 这个人是不是需要更多的帮助了呢 以这次看到这样的一个事件 似乎这个嫌犯 他本身在之前已经做了预谋 那他事先就做了准备 选择一个时间地点 甚至这样的一个方式 刀子都买了 准备好了 在这样一个路线 那当然事前似乎在脸书上 他也曾经有过 这样的一个言语字眼在上面 是在脸书上写了20多个坎这个字啊 没有错 要表达对社会的不满 像他好像过去的同学 甚至说他过去曾经写过类似的小说 或者这样的情节的描述 对对 那他算是一个宅男 然后他平常会玩一些 可能是类似这样的一个 杀人格斗游戏 是的 所以我想这样的东西 可能这样的一个情节画面准备 我想在他脑筋里面 已经模拟过很多次了 所以张医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讲 就是说 特别是当然对于他的行为有偏差 可能是他的心里面这个情况已经有一点问题了 那么他又喜欢玩杀人格斗游戏 那这样子的一个游戏会不会对他的 这个状况又是更恶化了 以至于导致于这样的这个行为的产生 电玩游戏是不是会增加一个 比如说暴力攻击性 这样的东西其实在国外已经有不少的一些研究 确实事实上虚拟世界跟现实世界 有时候在某些人身上真的会越来越混在一起 在虚拟世界里面可能你有些东西可以重新再来过 在虚拟世界里面你可以因为这样的东西 甚至搞不好是被英雄的看待 或得到更多的分数 可是毕竟现实世界有些事情是不允许发生的 那但有些人可能越来越沉迷于这样的一个世界 回到现实世界 其实他事实上他的一个冲动跟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种某种程度的实现跟满足 其实搞不好就这样执行 虚拟世界跟现实世界还是要分清楚 所以听到老师这样的 听到医师这样的说法解说 我相信所有我们的收音机旁边的 或者电脑旁边的父母们 你应该赶快去注意一下自己的孩子 是不是你的孩子正在玩这样的游戏 不要说是什么杀人格斗游戏好了 我们看到很多的小朋友 小学一二年级 他们就在玩着歼灭对方的这种游戏 就是要杀到对方才能得到分是不是 对 就是尽管这些被杀的对象 或杀人的对象 他们都画得好可爱 但是整个过程还是在砍杀 这样的行为就从小学一年级 二年级这么小的年级 就开始一直不断的被灌输 或一直被执行 一直被模拟 我坦白讲 我看的是心里面很难过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您访问的是 林口长庚医院精神科的医师 同时也是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理事 张家明 张医师 张医师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题目想要请教你 就是说 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已经是大学生了 那么东海大学的主秘 吕炳宽 在昨天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也说 的确他们接到 有人向校方去试警 然后他们也找来了 咨询中心的教师 也系上了老师 还有包括教官都一起跟郑杰开了资商的会议 这个之前是因为郑杰在脸书上出现了说 我会有一番大作为的文字 同时也写了20多个坎这个字 所以就有人去通知警方说 这个学生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所以后续的学校也做了一些心理资商的协助工作 可是这个学校说 好这个当时那天资商的就说 没什么啊 郑杰只告诉他 那是情绪的发泄 现在早就没事了 这样看来好像 这个学校 当然有没有失职 这我们不知道 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 就是说从这样子的这个一些迹象 我们能不能看到 如果也提醒所有的这个听众了 就说如果你的身边的朋友啊 家人啊 如果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你要特别要留意一下 你可以怎么去帮助他 我想就临床的经验上面 应该是可以提供给大家的 确实你会看到 其实有一些可能 或许我们说算是一种 高危险群吧 其实相对而言 其实这样的一个个案 它本身事实上是 比较其实冲动的 比较低成就感的 比如说他在很多方面 没有什么得到满足啊 然后甚至碰到很多的挫折跟郁闷啊 所以这些潜在累积下来的一些情绪 然后单言这个 很多这种个案 其实是比较孤僻的 比较疏离的 比较敏感的 比较自卑的 比较没有什么朋友的 那相对而言 甚至可能 支持系统也不好啦 甚至有少部分的 甚至可能有一些 不良习性染伤一些 像毒品啊 或什么其他这些东西 这些都代表 其实这样的一个个案 它本身 有一定的冲动跟危险性 单言也可能 当它的一些郁闷 跟情绪发泄的时候 可能会不考虑到后果 那有一些其实 特别我们会看到一些青少年的个案 比如说在校园里面的 类似这样的一个 孩童 学童 他本身甚至可能 因为各种的一些 这样的一个郁闷啊 没有得到成就感啊 这样一些满足啊 忠措啦 或一些甚至请假啦 成绩退步啦 自我伤害或伤害别人的言语啦 或你看到那个质疑行间 就像这次可以看到的 他写了什么砍啊 杀啦 他的画图里面 甚至有一些 比如说鲜血啦 一些破坏暴力攻击的那种言语啦 那这些东西其实 真的都不要忽略 那应该要继续地看待 然后 注意辅导 但这次我想其实 似乎学校有注意到这样的讯息 可是 终究还是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是 学校是有做 但是当时郑杰告诉学校说 只是网路上的发泄嘛 我们也知道现在年轻人 很喜欢在网路上写一些字 然后呢 有些比较激情的话语啊 写完 然后再 这也是一种发泄的方法 不过身周围的人 真的要特别注意啊 是不是后续还会有一些行动 那一时 其实在 我们的生活周遭 的确是 有这类似这样需要帮助的人 那郑杰 这个杀人的凶险 他其实没有任何 精神科的就义记录 是的 可是 你可以看到他的一些 我想一些情绪的累积 冲动跟负面的想法是存在的 那单言 你刚刚所说的 比如说他会说 他活得很累啦 他活得没什么意义 没什么价值啦 所以前见说 他大概对自己是否定的 但对周遭其实是不在乎的 因为他可能 他或许他也觉得说 没有人在乎他 所以想做厌大事 所以想做大事 这个是 跟这一次 实在是有点 让大家很差异 对 这就是他所说的大事吗 对啊 然后还说 当然这是警方转述 征讯的时候说 他说他没有自杀的勇气 所以想借杀人来背叛死刑 这也是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是 是没有错 意思是 所以身周围的人该怎么做呢 就是说 或者是说 如果我自己有类似 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如果我开始觉得 我活得好累 好辛苦的时候 您建议我们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想对自己 有类似这样的想法的个人 我想应该是 受过很多的一些 比如说挫折啦 郁闷感啊 没有被肯定 被重视 而容易这种内设 否定自己的价值 是 那单言这样累积的 负面的情绪 包括对自己 或对外面的否定 其实这种长时间累积 确实会变成一种 负面思考的习惯 单言累积到一定的程度 可能会造成 伤害自己 或伤害别人的发泄 那我会比较鼓励 这样的一个 做到的群众 民众能够及早去做一些 情绪上面的谘商 或是甚至治疗 也就是说 其实当累积到一定的程度 真的是 你已经变成一种 负面思考的习惯 几乎是 跳不开来 没有办法 立刻扭转过来 所以寻求外界的协助 跟治疗 可能是有其必要的 也许他自己不自觉 或者说 我怎么可能会有病 我不可能有病 我干嘛去看医生 很多人走到精神科 会觉得很担心 当然 周遭可能 亲友可能也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 类似的 一个需要帮助的 亲友 或是说是 具有危险攻击性的 这种的存在 那这种个案 其实真的 会造成大家的一种担心 甚至会增加大的不安 如果他确实 有这样的一个 危险疑虑 甚至是这样的记录的话 所以其实 医师 就是说 我们如果遇到这样子 就是像一般的医生 他在遇到这样的个案的时候 其实他会有一些 询问病情的一些指标 对不对 大概您都会问他 哪些话 单言我们会关心他 他在乎的部分 然后单言他可能 这种冲动危险的程度 郁闷的程度 然后执行的可能性 那有没有那个执行的计划 有一些个案当他 某种程度的信任 或是愿意把一些事情 告诉你的时候 其实这方面 他是愿意跟人家讨论的 那单言重点是 你要取得他的信任 然后他知道你在关心他 他知道你会帮忙他 他会把自己的想法 甚至他自己的计划告诉你 那有些你听起来就知道 觉得说这个东西是真的 真的非常高危险几率的 因为其实他已经 得及到一定的程度 甚至他已经有计划跟打算了 那就要非常小心跟注意 甚至必要时候 要跟他家属 周遭的人提出警告跟说明 请大家要一起来方范 像这样您会开药给他吃吗 还是说 因为我实在不是这样的专业 所以我想请教您 会需要有用药物来治疗吗 有一些严重的时候 真的是需要 比如说严重的忧郁患者 有时候事实上是 药物常常是一个 必要的一个手段方法 比较能够快点 把他的情绪先稳定住 可是当下在 可能药物达到效果之前 或是其实他的冲动 跟这种自杀的意念 甚至伤害别人的这种意念 很强烈的时候 其实真的就要小心 其实必要的时候 其实周遭密切的注意 小心避免过度的刺激 那单言甚至移除 可能会伤害自己 或伤害别人的工具 这个部分还是很重要 在积极上的作为 就是把他生活周围的 这些危险的工具先移除 不过郑杰他是自己去买 这也很难预防 然后甚至说 他跟学校的资商对象 老师就说他也没事 那其实对于 有需要积极介入协助他的人 也无从协助起 是 常常是如此 所以其实个案会否认 然后他会去拒绝治疗 单言周遭其实就很难去死伤力 那单言很多他会掩饰 甚至相对的言 其实这样的个案 常常对周遭本来就比较疏离 那相对周遭可能相对 也会缺失直接帮助他的机会 医生我们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再请教您 就是说我们后来也看到了很多的 其实也是精神科医师 或其他医师的相关的建议 像比如说 今天在报纸上 一定是很多的写新的照片 然后对孩子们 其实有很大的不良的影响 当然我们不应该让孩子们 看这些照片 然后这个还有就是 可能我们是不是也要在 目前因为这个事件才刚发生 那么是不是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还没有调查清楚 这个行凶的动机 或者是这个精神状态 我们应该要不要就是尽量避免 去污名化精神疾病的患者 这个部分 目前台湾也做得不够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 相对而言其实过往 其实类似被 没有足够证据 而直接贴标签的单言 会把一些东西可能 过度的负面跟扭曲的 那事实上可能 比真正的现实都有很大的差距 那有一些原本就带着一些 否定的态度 或是比较伤害的字眼 其实确实对 有时候这个爆炒的个案 甚至他的家人 其实会造成一些伤害 那确实是 在媒体比如说处理一些照片 跟一些其实这样的一个板面 跟字眼上面 其实有时候要小心 那确实也 因为现在目前台湾媒体的这种发达 几乎24小时 所有的电台在重复播画面 那这些相对而言 其实对有一些比较容易受影响的民众 是会受影响的 他的不安全感增加 他的那种画面挥之不去 那会做噩梦 会增加他本身 对一些集体的不安全感 是 所以先跟大家预告 如果你还没有看到 今天早报头版的话呢 今天看之前 你可以先有点心理准备 因为好多写信的画面 不过都打上了马赛克了 但是真的 您会心情不好的民众 最好还是 不要看今天的头版照片 其实这个话题 真的还是有很多面向可以讨论 我们在明天礼拜五的节目 开放COIN的时候 我们会持续再跟听众朋友 一起来关注台北捷运 水击杀人事件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林口常恩医院精神科医师 同学是台湾 犹豫症防治协会的理事 张嘉明 张医师 谢谢您医师 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谢谢